哈喽大家好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空中聊聊天 今天我们延续上一次话题 也继续跟各位聊聊我当年的飞机回忆 是的我们在上次的节目跟大家聊到的是 我在十几年前那时候常常搭飞机 整年这样子飞来飞去的 一整年出去几次我都算不太清楚了 所以呢虽然我在台湾的时间不是很多 但是也累积了很多很有趣的 包括买机票啦上飞机啦登机啦 这个下飞机很多有趣乱七八糟的故事 那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呢 就再跟各位聊聊我当年这些有趣的回忆 当然我必须跟各位讲 有很多东西可能我们现在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各位就把这一系列的话题当做茶余饭后 听一听哈哈笑一笑 如果你真的要去有样学样的话 那你最好先搞清楚现在的规定 是不是还是可以这样子做的啦 那我们在上一节的节目跟大家聊到了 是在打飞机之前 就是你在这个check in的时候 可以注意的一些事情 包括你心里如果不小心操纵了怎么办 或者是你可以去要婴儿挂床的位置 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各位讲讲 当年我在上飞机的时候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首先第一个先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觉得是早上飞机比较好还是晚上飞机比较好呢 其实各有利弊 像我这个人呢我喜欢晚上飞机 不是晚上的飞机 是比较晚上飞机 比较晚上飞机的好是什么呢 你可以坐的时间比较久 怎么讲呢 因为其实你如果比较早上飞机的话 你还是要等人家慢慢一个一个跑进去里面 尤其经济舱的位置相当的小 走道也是相当的窄嘛 那所以呢你常常会在走到中央站站着很久啊 我这个人是很讨厌排队的人啊 但不是说我这个人就不排队啊 我通常都是等到人上了差不多之后再上去 我很懒得这样子等 但是呢你晚上飞机还是有个坏处啊 应该就这样算起来有两个坏处啊 第一个坏处是什么呢 你早点上飞机的人你一定会有报纸可以看 因为每个飞机尤其是经济舱它的报纸的供应量是限量的 商务舱跟投稿舱应该都是人手都可以有一份 而且呢报纸的种类也不只是有一种啊 通常是出发地跟目的地的报纸各会有一份 但是不一定啊 有时候你看这个比方说你是一大早的航班 那可能目的地的报纸它还没飞到这个你的出发地这个地方嘛 所以呢报纸的供应 如果你是有看报纸习惯的人呢 呃其实我建议你早点上飞机啊 宁可去排点队啊为了拿个报纸 通常我晚上飞机大概报纸栏都已经空掉了 第二个缺点是什么呢 你的随身行李你是不容易放在你的头顶的位置 因为每个人都有行李嘛 可是头顶的位置的部分不一定够用 所以如果你比较晚上飞机的话 你的行李可能会放在离你头顶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啊 那你说那放比较远的地方会不会被人家拿走 我觉得这个机会不是很大啦 因为其实飞机上面都有监视录影器 而且每个人买机票我相信都是真名啦 都是有相当相关的联络方式哦 误拿我是有听过 但是你说刻意被人家拿走 随身行李这个几率倒是不大就是了 当然我们还是小心至上 那这个是上飞机先后顺序啊 就我的经验的差别在哪里啊 那另外一个一定要跟各位讲的是哦 很多人会觉得飞机上面都有地毯嘛 对不对那地毯是为什么 第一个看起来比较高级 第二个是隔音啊 不只是你走路比较没有声音 还有就是它可以隔绝机舱下面这些货物舱 这些机械零件的这些声音哦 那我们尤其搭一些比较长途的航班会看到 有些人呢就傻傻的就是啊 直接比方说把鞋子脱掉直接在 袜子或者光脚踩在地毯上面 我先跟各位讲这是绝对不要做的事情哦 因为地毯脏到你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啊 你乍看一下哎 不会啊这个地毯看起来很高级啊 看起来聪明激进啊什么的 那是表面而已哦 因为我有认识到那个在机场负责清理飞机 就是飞机下机了之后啊 人员都下去了 然后空肥也检查 确认没有活人了啊 那都已经把行李都给撤走了 然后呢那些清洁人员上来之后 哇那个地毯的清洁真是什么鬼东西都有 所以我强烈建议各位哦 你在搭飞机的时候 你不要把鞋子脱掉踩在地毯上面 就算你在你的位置上面也是一样 因为在位置上面的地毯特别特别的脏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 如果你觉得我就是不喜欢穿着有包脚的鞋子怎么办呢 你可以自备这个简单的简便拖鞋 但是千万不要把你的袜子或是光脚踩在地毯上 那真的是非常的脏啊 那么再来呢 呃我们上集节目跟各位讲啊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腿比较长啊 所以我喜欢去找低排的位置 包括紧急出口呢 包括婴儿挂床的位置 那通常我被画到都是婴儿挂床位置 因为紧急出口位置真的一台飞机没有几个位置啊 那其实呢在婴儿挂床这个位置也蛮好玩的啊 就是他的脚步空间比较大嘛 对不对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前面会有人把椅背给打下来 你前面那一排的椅子再怎么打也打不到你 因为你前面距离非常的长 那但是呢 这个位置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啊 我记得我有两次就真的是尝试到那个缺点了 首先第一个既然是婴儿挂床 所以通常你是不会遇到有人把婴儿挂在那边 但是如果你遇到有人把婴儿挂在那边呢 那就恭喜你啦 因为婴儿是一个蛮恐怖的一个生物啊 当然我从来也不会怪他们 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去糟蹋别人的 那除了婴儿之外呢 我有一次遇到的是婴儿 那个婴儿真的是一个宝贝炸弹 然后另外一次我还遇到一个什么 就是一般你要要求婴儿挂床的话 如果你没有携带婴儿像我这种大人人 一般容易被拒绝 那另外一种人比较不会被拒绝的是什么样状态呢 就是你有带那种可能三五岁的小朋友 那我有一次呢也是跟一个大概 我看那个小朋友应该三岁 一个小妹妹非常可爱 非常可爱 这是我对她第一印象 但是也仅止于此而已 因为后来她上飞机之后呢 哇就是像聊虫一样啊 做也做不好啊 嘴巴在那边嘎嘎叫啊 然后呢到处要这个要那个 因为各位都知道嘛 三五岁的小朋友呢 这时候她会讲一些基本的话 她会用这些话来表达她强力 来强力表达她的情绪啊 所以呢她想要就要 她不要就不要 然后呢抗拒非常的激烈 偏偏呢那天带她的是她老爸 哎呀这个老爸带女儿真是难为这个老爸了 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呢 因为她很不喜欢绑安全带啊 所以她老爸帮她绑安全带 她在那边一直嘰嘰叫 然后开始身体也扭来扭去啊 那因为我跟她都是坐在中排的位置 她刚好坐在我旁边啊 所以呢我这样统计了一下 就是我前天后后大概被她踢了290 当然她老爸是一直不断的跟我道歉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啊 所以我跟她老爸讲一句话说你真的不要介意 因为我在她这个年纪如果搭飞机呢 我可能会把隔壁的人多踢个几脚啊 所以这个都没有关系 甚至呢后面有一些人那边讲说哎呀 这个小朋友怎么那么吵 我就跟他们讲 嗯大家都经历过这个年纪啊 包容一下 所以呢就算是我遇过两次 坐在头牌比较伤脑筋的事情 当然啦坐在头牌不只是说腿部空间宽大 其实还有还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呢 其实还有两个福利 第一个是如果你的飞机没什么活人的话 其实你会很早下飞机 我曾经有一次哦 坐在就是经济舱登机舱口的第一排 然后那个真的是全世界我就是我最快下飞机 当然我的行李随身行李也没有很多了 而且呢坐在这种头牌还有个好处是什么 因为你经济上头牌啊 通常它是呃就是你可以看到空服员啊 因为空服员大概都坐在每个机舱的最前段 那如果你坐在经济舱的最头牌呢 你可以看到了那个应该啊 我不太清楚他们空服员的边质 但是那个空服员他是负责广播的 然后你就会看到 哎他有一个广播的守折 他会照着念 这应该是公司的规定 就是你必须要这样念 各位你想一想嘛 空服员在广播的时候是不是都自争腔圆 而且速度有条不问 而且每个字呢 每次你搭飞机听起来都是一模一样啊 各位欢迎搭乘舱航空编号多少飞机 我是谁是谁 非常欢迎搭乘 噢噢噢噢噢的字眼 其实都长一样 那有一次我就搭到那个位置 我就看到哎正好我斜前方就是这个空服员 然后他就要时间到他就拿那个小纸本 应该算是小本子出来小秘籍出来 然后呢就开始照着念啊 这个翻到哪一页 现在是上飞机了 哪一页啊 这个在气流稳定了哪一页 那准备要下飞机的哪一页 那飞机停妥了哪一页啊什么的 然后呢那次蛮好玩的 那次我印象也蛮深刻的 就是那次我们通常我们飞机着陆之后 然后刹车 刹车完之后你会滑行一段时间嘛 而且各位知道滑行的英文怎么讲呢 叫做Taxi就是计程车那个Taxi T-A-X-I不要怀疑 这跟大家顺便补充一下 那在滑行通常我们要滑行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空服员就会在那个时候好好来广播嘛 比方说入境了一些相关的要求啊 一些注意事项什么的 结果呢那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次着陆之后呢 他滑行我这样看一看大概一分钟 就到空桥了 空桥就接起来 所以那次呢 他根本来不及把话给讲完 安静带的指示灯就熄灭掉了 然后大家 大家各位也知道嘛 搭过飞机都知道 这个安全带指示灯一旦熄灭之后 大家一定是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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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台机子全部大家都解开安全带了 反正是呢 安全带细紧的灯号亮了之后呢 你听到那个安全带扣紧的声音就没有很多了 所以呢 大家就哎呦就开始拿行李啊 准备要下去啊 然后那空服员就对我吐了个舌头了 他就不好意思 因为没有办法把它讲完啊 反正大家都要 因为他 他当空桥接上之后他要负责帮忙来协助开舱门 跟空桥那边做一个对接啊 所以呢 这一次也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经验哦 那至于在我搭过这些航空公司来讲啊 国泰航空公司的座位算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哦 国泰航空公司呢 因为我平常我是那个时候我比较常搭的是港龙啊 那港龙其实是当时就已经是国泰的全资资公司了 所以有些时候呢 我们港龙的航班如果钳接不上 他会帮我们改签到国泰的航班 连衣航班上面去哦 但是我不得不说啦 其实我没有很喜欢搭国泰的航空的飞机 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餐点其实没有非常的好吃啊 港龙航空的餐点还真的蛮好吃啊 关于我搭过这些航空公司 他们细部这些有的美的事情哦 我们之后会做一集节目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我们这边简单带过 国泰的座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什么 他有一系列的 我已经忘了那个是空八还是七十七什么的 因为飞机型号我不是很懂 我刚刚有跟各位讲 我喜欢坐在第一排紧急出国 或是婴儿挂床的位置 是因为腿部空间比较长啊 那一次呢 我搭国泰的航空公司的时候 我也是希望他帮我安排到这座位 可是他跟我讲 对不起那边的座位已经被人家化走了 那没办法 那我知道做普通的座位啦 结果呢 我一上飞 哎呀这个航空公司有趣哦 一般我们航空公司飞机的椅子 如果坐在你前面的人 他想要往后仰 是不是会吃到你腿部的空间 可是国泰那个椅子 我这样看一下 诶好特别哦 他的椅背的后方是固定的 所以呢 前面的椅子再怎么往后倒呢 都不会倒到你这边 他是怎么样呢 他是直接溜下来的 也就是说他是 如果你要往后倒的时候 你的椅墊会自己往前 像一般的航空公司的椅子 是椅墊不会动 那椅背会往后仰嘛 可是国泰那一批的飞机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飞机都这样子 因为我很久没搭飞机了 他椅背完全不会 就是椅背的最后面 完全是一个塑胶壳 他完全不会动 他只会在内部这样子椅背 稍微往后溜一点 那椅墊往前溜一点 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我觉得 嗯 这是少数我觉得 国泰航空让我蛮钦佩的一个地方了 那另外呢 说到座椅 以前我记得我最早第一次搭长城航班 是跟我妈一起参加一个旅行团 去荷兰玩的 去欧洲玩的 那时候我们飞阿姆斯特丹 那坐的是荷兰皇家航空公司 KLM KLM的座椅呢 让我印象也是蛮深刻的 就是他的座椅是Recaro 那如果各位你有在玩车 或是你有养过小朋友 就知道 Recaro其实是 汽车座椅跟婴儿安全座椅 相当大的一个品牌 而且在汽车界 Recaro座椅 向来是我们 喜欢玩车的人 经济乐道的东西 但是我不得不说 Recaro坐的飞机座椅 还真的就三个字 叫做不怎样 那时候我一开始我看到 我是Recaro座椅 哎呀好开心 结果坐上去觉得 跟我印象中Recaro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 基本上其实飞机7C的座椅 我坐起来都差不多那个样子 也没有说很老做也没有很难做 倒是台湾早年 那些游览车长途巴士 很喜欢标榜说 本车采用77克机同等高级座椅 以前没搭过77克机 没搭过这些飞机的时候 会觉得好像很高级 这人搭过之后发觉 其实也没什么了 所以这点是我觉得蛮纳闷的 其实Recaro座椅 飞机座椅好像也不怎么样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也可以跟各位讲 我其实在搭飞机的时候 我喜欢去画窗边的位置 如果说可以选的话 我喜欢画窗边的位置 因为我喜欢去看外面的蓝天白云 就算是晚上没关系 看看点点星光 尤其晚上有些飞机 你会飞过一些城市 你看那些城市夜景 其实真的是蛮漂亮的 那么在看窗边 在经济商来讲 你常常会看到另外就是他的翅膀 常常有时候我被画在翅膀旁边的位置 那就看那个金翼 那个不知道是金翼还是侧翼 什么反正不管 翅膀上面有很多可动的机关 很好玩 那有一次我搭港龙的时候 我就特别观察 他的飞机的引擎上面有个字样 写什么 Rose Royce 哇 老实在是引擎 当然啦 我觉得那应该是 那个比方说波音 或是空8他们使用的引擎 可是港龙 我记得我搭了好几次港龙 他真的都会写出Rose Royce的字样 就真的是汽车那个劳斯莱斯 因为劳斯莱斯他是最早是做 我记得他最早是做喷射引擎起架的 当然汽车有没有比较早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他的喷射客机引擎还是阳明立万 甚至他应该啦 他的汽车品牌已经被 现在是被BMW给收购了 但他的航天部门 好像还是英国本土的 就是劳斯莱斯他自己的公司 好像还没被收购 这点让我觉得蛮有意思 不过了不如不说了 你说劳斯莱斯的引擎做起来 有什么特别安静 特别的顺畅吗 我觉得也就那样子 飞机飞来飞去 噪音什么推进器的声音 都是长那个样子 但是看到劳斯莱斯 难得这是我这辈子 离劳斯莱斯最近的一次吧 应该也是下辈子 以我这个粗浅的财力 那讲到这个引擎这个部分 引擎他算是在飞机的 比较下面那个部分 早年我在搭飞机 还有遇过一个装备 可是现在各位应该是遇不到 是什么呢 我们早年我们在搭飞机 经济舱他不一定是 每个头枕背后都有萤幕 所以他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萤幕 在每个座舱的第一排 然后头顶上面可能固定 每几排就会有个萤幕 就有萤幕就有萤幕 那像那种飞机呢 以前我就搭过 他有另外一个摄影机呢 是拍那个地上 就是说他在那个机腹这边 就是飞机的最底下 然后拍着 可以拍到一点那个前面的机轮 然后让你看下面即时的一个影像 那在滑行的时候也好 或是在起飞的时候 哇那个感受是很棒的 甚至在飞到定点的时候 你看到下面的云也算相当不错 当然如果你是晚上搭航班的话呢 这个镜头就没什么意思了 但是呢这个东西 现在各位应该是看不到了 因为我记得前几年 就是我后面几年我在搭的时候 已经都取消这个东西 因为有一个报导是说啦 就是好像国际航空协会什么一个组织 要求航空公司取消这个东西 是因为他们发现 如果你今天飞机不幸要坠毁的时候 你让这些飞机上的乘客看着 一路这样看大家要坠毁 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后面这几年 我基本上没有看到有航空公司提供这样的服务了 当然以前我也有一次遇到每个经济舱作业的头枕 后面都有萤幕的时候 它有个频道真的就是摄影机的频道 只是后面几年我就没有遇到了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跟大家聊聊我当年在飞机上有趣的故事 有趣的这些经验 当然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留在下一集 继续跟各位好好聊聊我当年的飞机回忆了 当然我们还是再次重申 很多这些东西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你现在会不会遇到这些东西 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我建议你去搞清楚现在的规定 把我们今天这些节目 当做是一个查一方的话里听一听 这样大家比较轻松也比较愉快的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今天的精彩的节目 我是Celsior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